葡萄牙总理埃克略 在并没有赢得议会多数优势的情况下 仍然赢得了选举 葡萄牙的下一步会是怎样呢 即将与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RGB的米歇尔 毫无疑问的就是 对于新的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一点是因为社会党虽然没有胜选 但是在选举中的表现优异 以及社会党的领导人 科斯塔公开发表了不会辞职的言论 而是会继续地坚持自己的政策 第二点就是执政党在议会的劣势 现任总理表示 他会着手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似乎预示着有一定的妥协 而新政府的稳定将会对投资者 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葡萄牙的经济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恢复期 所以政府的稳定性 将会对经济的持续的恢复 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欧洲央行继续实施 货币宽松政策的话 葡萄牙将会继续地受益 而且政府需要根据 欧洲的经济的基本面的发展 以此来制定适用于葡萄牙的新的计划 这一点和在12月份进行的 葡萄牙的大选的情况是非常的类似的 葡萄牙并没有按时给布鲁塞尔 递交2016年的财政预算 你认为哪些地方需要添加或者是淘汰呢 是的在所有的欧盟国家中 葡萄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 还没有给布鲁塞尔递交2016年 预算方案的国家 但是并不是唯一一个修改方案的国家 所以现在他们仍然是有机会 结合社会党的一些政策的 以此来更新自己的计划 我认为这可能会是建立新政府计划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政府可能会改变现有的紧缩政策 因为毕竟社会党的影响力仍然是十分大的 所以新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可能会有所妥协 葡萄牙的失业率从第一个季度的13.7% 下跌到了第二个季度的11.9% 你认为失业率将会进一步的下跌吗 我们预计失业率将会进一步的下跌 但是幅度将会是十分有限的 以及创造了很多的新的工作岗位 尽管目前的水平是葡萄牙获得财政支援后的新低 但是仍然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的 尤其是和危机之前的水平相比 这会让克埃略暂时冷静一下 但是数据并不是很优秀 葡萄牙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在上个月的表现是近15年来的最强表现 10月份的数据将会在周四被公布 你对此有怎样的预期呢 我认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走高 主要的原因就是欧元区经济的恢复 并且消费者的观点是整个欧元区 当作一个整体来被看待的 由于受到了叙利亚难民的影响 预计数据不会继续上涨 就从葡萄牙本身来看 我们感觉葡萄牙的经济将会回到正轨上 但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其中除了外界的因素 新政府的表现也会对下一个月的数据 造成很大程度上的影响 预计本期的数据将会保持平稳 好的 米歇尔 感谢你的参与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请持续关注杜格斯贝电视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